大家好,我是教宝妈妈 今天用简单的食材来做好吃的 速发干酵母3克 温水140毫升 温水的温度36摄氏度 搅拌混合带酵母融化 加入中筋面粉或通用面粉200克 盐3克 搅拌混合 加入植物油7毫升 继续搅拌混合 约一分钟 看不到干面粉的时候 盖上松弛15分钟 15分钟以后 加入植物油7毫升 像这样 用手按压 折叠 反复做这个动作几次以后 很快 一个光滑 又柔软的面团 一点都不粘手 盖上温暖处发酵60分钟 直到双倍大 面团 面团发酵的非常好 稍作整理 进行排气 揉面垫的上面 撒一点干面粉 防止粘连 把面团分成四等份 每份约85克 再把它们逐个 整理成圆形 不知你正在哪里 观看我的视频 每周我都会更新 新的食谱配方 如果你能给我点赞 并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非常高兴 这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还原了之后 盖上松弛15分钟 15分钟后 在平底锅里边 倒入少许的植物油5毫升 把面团放到锅里边 整理成一个中间薄 四周厚的一个形状 倒上一点番茄酱 这是芝士片 白色的是马苏里拉 黄色的是切达 把芝士片平铺好以后 移到炉子上 中小火加热 把香肠切片 切成小丁 撒上去一些 一个鸡蛋 加入一小组盐 混合成鸡蛋液 倒入一点鸡蛋液 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葱花 撒上一些红柿子椒 洗干净 切成小丁 也撒上一些 还没有做好 就已经很油人了 两分钟后 翻面 小火加热 不超过半分钟 再次翻面 待饼皮全部熟透 金黄又酥脆的时候 再次翻面 鸡蛋液和芝士片 凝固得非常好 香喷喷的就出锅了 接着做下一个锅加热的状态下 迅速把饼皮整理成 中间饱四肢厚的形状 加入番茄酱 加入番茄酱 几片意大利腊肠 一片切达气死 切点洋葱碎 放到上边 红柿子椒碎 葱花 葱花 最后淋上一些鸡蛋液 小火加热两分钟 翻面 几秒钟后 翻面 气色已经融化了 我们再补加上一点蔬菜碎 再次翻面 香喷喷的 底部浇酥 上边蓬松 又好吃 简单快速 营养又美味 喜欢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 关注点赞留言和分享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